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牛转乾坤 我是投资朋友大福星 徐造星 看到这个行情 讲话都会结巴了 说好的选举行情 说好的选举行情 到底跑去哪里了 尤其今天下沙带量 杀伤力之大 尤其今天下沙带量是架构债 昨天道琼大涨 NASDAQ狂涨的情况下 台股今天再度开高震荡走低 做何感想 你做何感想 这行情到底怎么办 徐老师这行情怎么办 之前往上涨没有量 下沙就有量 早盘的时候一度往上冲 觉得这个行情准备要往上来 准备要往上攻了 徐老师啊 我利用仅存的一点线 进去做一个加码多的动作 就尾盆就给你下沙下来 怎么做啦 很多个股全部都颠倒了 行情一个长黑灌下来以后 你会发现到 做多的人开始不太敢讲话了 做空的人开始越来越大声了 那到底这个行情来讲话 来到这个地方到底该做多该做空 手上持有股票的人又应该要如何因应 很多人讲说做股票来讲要追逐强势股 因为强者很强 我们来看强者有没有很强 这有没有强者很强 易登的部分主缘是不是大家都有 早盘的时候也供的好好的 尾盘往下杀出量 有没有强者很强 然后再看哦 这福茂油 哇之前怎么会飙那么凶 甲油事件嘛 怎么会飙那么凶 结果呢 有没有强者很强 杀跌停 这嘎空股的郁金光 有没有强者很强 从70几块涨到123 有没有强者很强 也没有啊 不然是谁 更新的部分有没有强者很强 诶 徐老师 没有强者很强 那我既然讲大盘的部分几跌 我可以去抢反弹 强者很强不能做 那超级的个股可不可以抢反弹 我来给你看哦 这盛华 有没有跌很凶 嘴是不是大家都人人喊打 今天开都不开直接一架灌到底 戒面的部分 有没有强者很弱 可不可以抢反弹 诶 组底组完成了 颈线都出现了也 出量 出量了以后出现一个颈线位置 去尖再补两根 杨花的部分破低 强者可不可以抢反弹 所以行情来讲来到这个地方 已經差別差很大囉 差別是差別的越來越大了 在9月9號的時候 我在那個節目上 第一次跟你見面的時候 當時來講我們沒有差距嘛 當時來講我們是碰到同樣一個行情 叫做高檔震盪盤 但是行情來到今天 你會發現到我們的差距是越來越大了 真的是越來越大啦 我們再來複習一下 9月9號禮拜二的時候 當時來講他指數還在這個地方 每個人跟你講說有選舉行情 準備要上攻萬點了 我說糗糟糕的 指數的部分來講 叫高檔區間震盪整理盤 又來到高檔區間的上緣 所以你刻意 你執意要做多的人 你只能選擇籌碼安定的個股 比較不會跌 當時我跟你講什麼 單緊嘛 是不是單緊 好 起碼就成功避開風險 你如果是有把徐老師的話聽進去的話 是不是成功避開風險 你跟我的差距開始越來越大了 來到了9月24號禮拜三 是不是果真反彈 昨天是不是果真反彈 有沒有很感動 指數在旺下跌的時候 美國股票市場還大跌 結果昨天台股的部分反彈 昨天反彈的時候 很多人跟你講說 準備要旺上攻了 因為低點有限趕快旺上攻 趕快大買特買 我說不是啊 不扎實啊 我說不扎實 未來兩天後要收周線 你自己要想清楚聽明白 今天禮拜四 只剩一天就要收周線囉 你自己去看大盤 收不上去耶 怎麼辦 原本的一個 十字線 原本的一個十字線 準備要反轉一個十字線 結果勒 好不留情給你灌破 一旦灌破了以後 現在很多人跟你講M頭了 那怎麼辦 如果是以1比1的方式 往下算的話 那跌到哪裡去 那你手上股票怎麼辦 我最後沒有跟你講 你不要去期待選舉行情 你等股票解套以後再說 會來不及啦 你直接換股 任五格書換一個大贏嘛 我知道砍股票很痛啊 但是你不賣的話 根本就沒有機會 你看今天往下跌怎麼辦 早上還有一個好的點位可以賣 雖然已經慢了 但是還有好的點位可以賣 尾盤一下殺完蛋了 手忙腳亂了 所以我說過了 這個行情來講的話 不是在乎你到底今天有沒有漲停板 還說你今天做空 有沒有空到跌停板的個股 而是在於說你現在來講的話 你要決定好未來到底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那等解套很辛苦啊 你為什麼不乾脆就此打住 把該停索的股票你先把資金撤出來 確定行情直穩了以後 我們再去準備攻擊下一檔 準備望山宮的個股嘛 每次講話都講一樣的啊 你看 昨天跟你講說打電話進來 認五個書換一個大贏好不好 趕快換股 早盤衝高的時候你會捨得換嗎 不可能啦 早盤衝高的時候一大堆人跟你講說要買股票 我說你只想贏你不認輸捨不得 很可惜啊 我盤中的時候把它直接列印下來 因為我這要殺尾盤了 9點55分列印下來後面都沒有線形圖 後面都沒有線形圖啊 跟這個盤是完全不一樣啊 你如果要月印的話 你後面要圖立刻把這個才能把它圖掉嘛 盤中的時候我直接把它列印下來 為什麼盤中把它列印下來 因為我盤中發一通抗訊出去 什麼抗訊 全體會員 你幫我做劍凳 9點56分的時候發到手上 美股昨天來講再度狂飆猛漲 而且美國的NBI生技指數再度創歷史新高 可惜啊 台股的部分追加的意願不足 沒有人要買啊 要買的人不多啦 顧手中持股續爆就可以了 你千萬不要跟著別人去做追加的動作 然而生技股持續看好 我姑且不論今天來講 到底可以帶你賺多少錢 一通抗訊到底值多少錢 起碼避開了 之前就不要算好不好 起碼避開了今天這一段往下殺 那你手上有現金的人現在直接行情往下殺的話 你是不是又是最大的贏家了 你手上有現金 你在衝高的時候你有賣 你手上現在有現金很多股票打下來 你是不是又有機會了 你是不是又有機會了 我沒有叫你現在進去買喔 大力光疊下來你是不是又有機會了 當大家在跟你講說蘋果幹業股的時候 炎華現在打下來是不是又有機會了 當每個人跟你講 每個人跟你講工業電腦的時候 有沒有請你去追 沒有啊 物聯網有沒有有沒有請你去追 機器人幹業股有沒有請你去追 你的機會又來了你知道嗎 你如果是說每一波每一波的行情 你在台達電 你機會是不是又來了 每一波每一波的行情 徐老師在節目上你都有聽進去的話 心向的部分機會可能又會來了喔 每一次你都有聽進去的話 現在手上有現金的人 當指數往下跌 當很多個股被挫殺的同時 你是不是機會又來了 你是不是有機會可以反敗為生 所以我說過股票的部分你不要多 抗訊真的也不要多 一通有價值的抗訊值多少錢 好 那你今天手上接到什麼樣的口訊 三種情況嘛 三種情況嘛 早盤的時候一衝高的時候 趕快買股票 跌下來的時候人家抓低點 每天買每天買每天買大買 這第一種情況 我不管章魚跌跌要 就發口訊師買就對了 買到低點我就拿出來秀 第二種情況來講的話 砍股票停損股票 跌下來停損跌下來停損 衝上停損跌下來停損 整天在不斷停損股票 第三種什麼樣的抗訊 不聞不問的 手上的弱勢股位不帶你停損 手上可以去做多的強勢股位不帶你去買 每天都不聞不問擺爛 你介紹哪種抗訊 我抗訊做不多 我今天就這通抗訊 我生技股就是持續看好 衝高不要追就對了 很多投資朋友近期來想打電話進來 徐老師啊 我知道你在幫人家持股診斷 我也知道現階段很多人正在做換股操作的動作 可是呢 徐老師我知道你是好意啦 可是我現在還剛跟一個老師在做 我才剛進去做而已 你說現在要跟著你做 可能沒有那麼多資金可以跟著你做 我說沒有關係啊 真的沒有關係啊 你今天來講抗訊的一個好壞 抗訊怎麼樣叫好 抗訊什麼叫壞 是在於比較嘛 你同樣有兩個老師的抗訊 三個老師的抗訊 四個老師的抗訊 你才可以去做比較 當行情在往下跌的時候 你才知道什麼樣的股票是好股票 當行情在往下跌的時候 你才知道什麼樣的抗訊 是可以真正幫得到你的忙嗎 你說那不是嗎 今天行情往下跌 是不是很多人跟你講抬尾題了 是不是很多人跟你講抬尾題了 是不是很多人跟你講智琴了 為什麼之前跌的時候不講呢 為什麼之前跌的時候不講 神機類股就是好股票咧 當然我知道你害怕基亞條款嘛 有辦法可以解決啊 你願不願意賺錢那個才是重點 不在於什麼樣的股票 什麼樣的條款 好那今天重點來了 行情在回檔修正的時候 我們立法院立法委員朱公啊 他就是講什麼呢 他就問我們的曾明中主委 今天最新的消息喔 請管會來講的話 主委曾明中25號 就是今天在立法院證實 股市來講大戶因為正所稅 圓軸海外 終於承認了齁 目前金額來講的話 即戶數只有回來一半左右 但至於是否要建議財政部長 調整大戶條款 曾明中說呢 先請券商工會提出有實際數字的評估報告 好我先問你啦 券商工會他會提出什麼樣的報告 給我們的曾主委 大盤就是沒有量就很明顯 在沒有承接量的情況下 所有的券商全部都賺不到錢 那你覺得大戶條款要不要把它取消掉 姑且不論大戶條款有沒有取消 取消掉了以後會不會帶了實戰的利多 但是你要做啊 這修法修一修就可以做得到了 怎麼會不做呢 我覺得搞不太清楚 你會發現到現在全球 歐洲寬鬆貨幣政策 日本寬鬆貨幣政策 美國本來要升息的 可能也要延後 到底什麼時候要升息 但是他寬鬆貨幣稍微要做緊縮了 台灣也是寬鬆貨幣政策 什麼叫寬鬆貨幣政策 簡單的就是說 歐元區日元區 是一直不斷在印支鈔票 你去想喔 今天來講大地球就是這麼大 鈔票一直不斷丟進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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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手上有沒有拿到該拿到的鈔票 沒有嘛 錢都被誰拿去了 有錢人啊 我說這個東西來講這個動作 取消那個刪除大戶條款 你要的話你就要快 你不要在意那個什麼什麼樣 證所稅什麼樣的問題了 全球都在寬鬆貨幣的同時 有錢人其實是越來越多 大家都要準備要吸引有錢人 你就是要積極爭取 你怎麼會一直把有錢人一直往外面趕呢 你要互港通深港通 錢都一直被吸出去了 難道你沒有發掘嗎 那我們現在小閃戶怎麼辦呢 人家有錢都跑出去 那麼小閃戶怎麼辦呢 對不對 所以不只是亞運要贏中國 股市你也要贏 每天看 每天看 你每天看上陣股票指數 台股上陣來講還是一直往上衝的耶 上陣是一直往上衝的耶 上陣是一直往上衝耶 台股怎麼樣 乘幾核子怎麼會輸上陣輸那麼多啊 上陣是一直往上衝的啊 上海綜合指數啊 那台股咧 人家在做什麼 共產黨耶 所以股票的部分 你要特別特別的留意 行情今天已經來到這個地方了 行情今天已經來到這個地方了 也破 今年的一個低點 你要特別留意 今天來講下沙已經有量 代表很多人受不了停損出去 受不了停損出去 相對的 也有人虎視眈眈 進場做放空的動作 股票不是說低就不能空 你一定要特別的留意 到底該怎麼做 不是低也可以槍斷 不是低就不能空 你要去觀察他的籌碼 你自己去看這場股票叫盛華 從12.3元 12.3元是近期的高點嘛 跌到9.71元了以後 已經跌這麼深了 已經跌了兩三塊 從12元跌到9.7元已經跌兩三塊了 沒有想到人家不放過他 沒有想到人家從9.71元再度再放空 跌到7.58元 到底誰對 從12.3元跌到9.71元 很多人覺得準備要跌升反彈了 結果你沒有發現到 高手啊 卻從9.71元再放空下來 7.58元 現在會出現很多這種情況 跌破頸線迅速往下跌 很多股票來講 你不要去任意的搶短 但很多好的個股 你要特別特別的留意 就陳如徐老師跟您報告的 就是生技類股啊 我姑且不論今天生技類股 到底帶你賺多少錢 但是有沒有辦法帶你有效避開 這一波的下跌的風險 你自己好好去留意 那生技類股也不是隨便的股票都可以賣 不是所有的股票都可以亂買 你自己如果亂買個股的話 有些股票是往下跌的 但有些股票是往上漲的 你自己亂買來講 沒有人帶你做 賺不到錢 真的賺不到錢 時間關於學老師 先進一段廣告 我下個階段回來 好好跟你報告 為什麼現階段還是要做生技 明天過後 你如果來跟著我做的人 我到底要帶你做什麼樣的生技類股 我為什麼要做生技類股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再見 我們堅持尊嚴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累積經驗凝聚實力 向下扎根 穩定成長 頭顧界永遠誠信的品牌 永成國際頭顧 02-2542-8999 2542-8999 我們堅持尊嚴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累積經驗凝聚實力 向下扎根 向下扎根 穩定成長 頭顧界永遠誠信的品牌 永成國際頭顧 02-2542-8999 2542-8999 2542-8999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去聽 請用去聽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夠好 爸爸 二排氣密窗 專利複合是倒快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二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對家裡打鼓也是擔用 歡迎再回到現場 這個行情已經跌下來了 就K線的角度你自己去看 你現在來講 你跟我講說這個地方要大漲特漲 不要騙我了 怎麼可能會大漲特漲 我跟你講現在行情已經跌下來 將來要往上漲 它有它的一定的困難度 什麼時候往上漲 它一定會有訊號 什麼樣的訊號 我簡單舉例說明 譬如說什麼樣的訊號 譬如說台幣開始升值 這叫貶值喔 台幣現在續貶喔 歐元現在續貶喔 日元現在續貶喔 日元現在續貶喔 代表美元還是持續強勢 所以它的資金還是持續會回到美國去 聽得懂喔 我每天都在講 這是一個訊號 假設將來台幣開始在升值了 日元開始在升值 歐元開始升值了 這些資金可能會回流到台灣 這個只是其中的唯因訊號之一 另外一個訊號來講 就在於是說 其實有很多的訊號啦 你要去觀察啦 另外一個訊號來講 看政策 政策到底什麼時候實質做多嘛 而不是口水護盤 一旦出現這些某些因素 一旦出來的時候 我保證我一定帶你大漲特漲 但現在並沒有看到這種情況 所以我們要把資金濃縮再濃縮 大盤之前都沒有成交量 今天跌下來才出現量呢 資金一定要濃縮 資金一定要集中佈局 看好一檔個股比較容易看管 還是看檔十檔個股比較好看管 這個就是我在節目上 我一直跟你叮嚀 我一直不斷叮嚀的 你不管無論如何 任憑落水三千 你只能取一瓢贏 又證實了耶 我又對了耶 但是在我對的同時 你可能又輸錢了 你股票可能又很多了 我是覺得很可惜啊 同樣是在股票市場裡投資 好 回過頭來講生計 生計部分來講的話 這一波你自己特別留意 這一波來講的話 架構在基亞的超跌啊 更正 這一波的生計類股 是架構在基亞跌這麼多 導致於生衣櫃指數跌這麼多 基亞為什麼叫做超跌 它算不算是超跌 沒有辦法評估 但是我可以跟你講的是說 之前基亞這樣子漲 是因為什麼樣的東西 PI88期中有可能是會過關嘛 我重新歸納一次 生計類股來講啊 之前狂漲猛漲 無非就是因為基亞 一顆星藥叫PI88 造就有它從200多塊 漲到400多塊 為什麼它可以從200多塊 漲到400多塊 無非就是背後 有一個夢 多大的夢 其中它會過關 結果其中有沒有過關 沒有過關 在沒有過關的同時 你會發現到 基亞的部分持續往下跌 那現在為什麼又訪談了 因為它其中沒有過關的利空 又反應完了嘛 現在要走哪一段 期末會不會過關了嘛 又開始再走這個 所以升一指數 升一的股票來講 它所期待的東西 是一個夢 這個夢會不會實現 以及破碎 不管它的夢實現與否 你自己去看 這個股票來講 叫保齡生計 它這一天取得美國的藥證 就當天來講 它叫480塊 它叫夢的實現 一旦夢實現了以後 股價就一直往下跌 這個叫基亞 它叫夢破碎 就開始往下跌 一旦這個夢被戳破 不管是好夢也好 壞夢也罷 一旦戳破了以後 怎麼樣都要往下跌 所以我們現在做生計類股來講 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小心的地方是什麼 會不會有類似像基亞那樣暴跌的情況 不只是你要小心我也要小心 我講真的是這樣子 我講話都講得很實在 就因為我很小心 所以我選擇的股票是相對的安全 而且會望上攻的個股 基亞會不會暴跌 因為它想要當基歐生 結果沒有這麼好 所以其中沒有過關 但其實夢會不會過關 不曉得夢在那個地方 那你不要做基亞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你可以做生計類股 其他生計類股可以啊 那為什麼要做生計類股 不做其他的股票 這個就是我之前 在跟你丁寧強調的 人多的地方你不要去 每個人都跟你講 蘋果幹業股多好多好又多好 結果呢 大力光開始往下跌 每一個人都跟你講 增巴合有多好多好 股價漲上去跟你講 多好多好現在跌下來了 反而跌下來的時候 我跟你講我開始密切在注意了 一旦行情好轉的話 我就會帶人進去買 當然這個是 不會隨便帶人進去買嘛 就是針對資產比較大的嘛 那當大盤還沒有確定 直穩準備望上空的同時 那先做什麼股票 我沒有跟你講空喔 先買什麼股票會比較安全 先買生計啊 我說你也不要去期待 到底政府要不要互盤 會不會互到你的股票 我們先來看 這個資金是一定會進來的 這叫生計活水 金管會發的新聞稿 8月27號 核准什麼樣的基金 生計基金啊 核准的生計醫療基金 100億啊 大家每天都在等政府出手 我們已經確定 未來誰一定要進場 就生計基金啊 那上市上櫃加起來生計有幾檔 這就是贏家和輸家的差別嘛 你為什麼每天要當輸家咧 很多觀眾朋友很仔細 學老師你貼這個紙 那貼這個紙幹嘛 貼這個紙幹嘛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這邊 我來貼個紙叫輸家嘛 貼個 你要當輸家還當有緣人 我就已經確定了生計 投信就已經要進來 他募到資金 他一定要70%到60%到70% 一定要買生計 那資金就已經進來了 你還怕什麼咧 那生計股有幾檔可以買 有些沒有量怎麼買 投信怎麼買 你就去買有量的就好啦 還不只是100億喔 這個是3月7號 2014年3月7號的 6個月之後 不就現在9月嗎 投資上市上櫃 承銷股票 你自己去看 不得低於淨值的七成 他全部就在這邊 那這個只要有細心的話 你用心的話 你就可以找得到啊 一個100億 一個200億 扎下去 台股整體才七八百億而已耶 我光這個 100億加200億 光這300億 扎到生計股去 而且只買好的 生計股的話 會翻掉 我跟你講會翻掉 所以聲音可不可以做 為什麼今天大盤往下跌 字型可以拉漲停 權力經的利益多嘛 為什麼今天大盤往下跌 為什麼台灣可以拉漲停 你光看這兩檔 你以為今天大盤漲一兩百點 我說這一檔生計二我持續看好 投信就是進來了 投信就已經進來了 你要相信你自己的眼光 重新出發 9月20號禮拜三 昨天我說要賺錢 你把電話給撥通 昨天是下跌的 金門往上攻 你自己去看啦 我還不要公開 你電話撥通 我就持續布局 要賺就一起來 一起做才有辦 把錢換到這一檔個股 把電話給撥通 明天直接帶你賺 明天見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是米加頭 我覺得我們是一個 非常幸福的國家 在世界上 只有少數的國家 有這種樣子的全民保險 許多我們認為理所當然 像是有乾淨的水盒 有衣服可以穿 在許多貧窮的國家 這些不是遙不可及的 更別說醫療照顧 請珍惜台灣健保 健保有你真好 我們堅持專業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累積經驗 凝聚實力 向下扎根 穩定成長 投顧 投顧界 投顧界 永遠誠信的品牌 泳城國際投顧 透顧界 永遠誠信的品牌 泳城國際投顧 02-2542-8999 2542-8999 森田藥妆高純度 玻尿山面膜 森田藥妆 現在這個時機 什麼都斤斤計較 省電費瓦斯費 一樣要有訣竅 能效標示五個等級 集數越低越省錢 冷氣就換新 選用能效一級 電費省很大喔 還有廚師機 電冰箱 瓦斯爐 熱水器 燈號也一級 小小投資 大大回報 講得好像是錢掃 還不是為了節囊 能效標示